《龙珠超》,绿发强敌出现,悟空将面对天使级别反派。 日本动漫《龙珠超》漫画第67话剧情中,随着摩罗被孙悟空消灭,表示银河巡警囚犯片完结,从而进入新篇章幸存者格兰诺拉片。 前后两个篇章有关联,摩罗的手下在本司里是人造人,并没有全部坏,被制造者带了回去,此时,新人物格兰诺拉出现,计划抢走格兰诺拉,一起来看看吧。 孙悟空消灭摩罗后,银河巡警和地球战士们没有逗留,直接离开了战场。 由于大家不知道赛本司里是人造人,孙悟空和北极塔大义了,没有察觉到赛本司里的气息。 而银河巡警加克加入打败摩罗的队伍立功,心态有些飘,整天无所事事,忘记清理现场。 当加克的同胆提醒加克后,加克很不情愿回到地球,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。 其实,加克赛本司里已经发出信号,制造者来到地球,带走赛本司里。 赛本司里的制造者是库伊奇,库伊奇拥有称霸第七宇宙的计划,不知道弗利萨知道后,库伊奇还能不能活。 库伊奇回收赛本司里后,把强化后的赛本司里的所有数据包存下来,赛本司里只是众多人造人的其中之一,所有人造人都与赛本司里一个样子,用身上的编号来区分,库伊奇把人造人的规格基本上与赛本司里改成一致。 同时,新人物格莱诺拉出场。 格莱诺拉直接闯入库伊奇的飞船内,轻易打败库伊奇的手下。 库伊奇见识不要,启动人造人,按照上面人造人规格一致的说法,人造人的实力都与赛本司里差不多,但没想到的是,几十个人造人都没有拦住格兰诺拉,格兰诺拉进入实验室,找到赛本司里。 格兰诺拉在漫画登场后,大家以为格兰诺拉是白头发,是一位坏天使,因为孙悟空已经掌握自在及义工,新敌人的实力可能接近天使级别。 不过,官方很快公布了格兰诺拉的设定图,格兰诺拉的头发不是白色,而是绿色,基本上可以排除天使一族的身份。 只是格兰诺拉的实力不容小觑,几十个赛本司里都不是格兰诺拉的对手。 即便如此,格兰诺拉为何抢走赛本司里呢? 赛本司里开始的时候,拥有靠背能力,格兰诺拉像得到靠背能力,规格一样的话,所有人造人应该都有靠背能力,除非赛本司里独占靠背能力。 摩罗吸收赛本司里后,拥有被吉塔的分离术和天使梅尔斯的天使之力。 难道塞本司里继承了摩罗的力量,同样拥有天使之力,只不过还不会使用? 剧情中提到格兰诺拉是某个事件幸存者,格兰诺拉或许需要天使之力才能达成目的,那么,孙悟空要面对的新敌人至少是自在及一功级别的实力,或者入门天使级别。 好了,本期就说到这里,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,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动漫分析,请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